有沒有同學要試試看 來 你們先寫 好 你們先寫 好 我下來看一下 給你塞減口塞 第二題問你塞加口塞 你要去想想看 怎麼從塞減口塞跑到塞加口塞 你一定要先經過那個中央車站 對不對 先把塞成口塞搜出來 直接寫來 嘗試一下 還有一個下的 然後 塞加口塞搜出來 格文化後 塞加口塞搜出來 這個科品套路才能夠把筆記 如果再切成一次 對不對 其實投資品套筆記 就抄重點就好了 規定整個咖啡上去 慢慢有知道重點在哪裡 自己把它寫下來 筆記是寫的好不好看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筆記是你要看的 不是我要看的你懂 所以你筆記你做的做字抽抽的 其實沒有關係 你的內容你可以去接收它就好 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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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不知道沒有關係 來第二題 就在那裡 我們第二題請評寫幫我們示範一下 同學說過沒有關係 上來寫對錯都無所謂 我們都是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的筆記也可以抄在課本上 沒有關係 好就是隨緣就好 說得真是 再一次 全部幾個 次數目 要請問 是 你們 有請 2個 能低 8分之3 所以你可以用他的創意 对对对 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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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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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第三笔 我们请采家帮我们示范一下 这空间会太小吗 还是你第三笔写在这里 第三笔写在这里 好 来这个 写完的同学可以写一下 习试 如果你习试还没有写完的话 要抓紧时间赶紧做练习 习试跟习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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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同学 那三位同学 我先帮他们登记一下他们的座号 你都忘记 来 翠哥你自己 9号 207 9号 然后评级你自己 24 那采家呢 16 16 很好 这个当然成绩是几次 但是我们就是来 同学我们一起来看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题 他把sine减cos等于1分之1 同学你看他先做一个动作 他先把它平方 那平方之后会得到sine平方加cos平方 减掉两倍的sine层cos 那sine屏加cos是1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同学就发现 负两倍的sine层cos 会等于负的多少 4分之3 他把这个1把它移过来 那接下来呢 他就把这个-2把它除过来 除过来之后 马上就得到我们第一题的答案 sine层cos 会等于多少 8分之3 没有错 他答对了 对不对 第一题答案是8分之3 没有问题 同学你答对了吗 你把它平方之后 就可以得到sine层cos 那第二题 来同学第二题 特别做一个记号 第二题是很多初学者 在一个地方 会漏掉的一个 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品别怎么写 来 他先把sine加cos 先把它平方 平方之后 得到sine平方加cos 再加上两倍的sine层cos sine平方加cos 是1 这个没有问题 再加上两倍的sine层cos 是我们第一题的答案 叫8分之3 所以1加上4分之3 叫做7分之4 我跟很多同学讲 我们在改考卷的时候 我们发现 有蛮高比例的同学 这一题答案就写多少 就写4分之7 那你知道4分之7为什么不对吗 因为你为了去求这个sine加cos 对不对 我们题目是问sine加cos 你为了求它 你把它平方 平方之后答案叫4分之7 可是我们问的 不是sine加cos的平方 我们是问sine加cos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知道 你还要帮它开什么 你的正确答案 你应该还要把4分之7 把它开什么号 开根号 可是开根号 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它的平方会等于4分之7 那sine加cos应该会等于正负多少 正负更号4分之7 应该会等于正负2分之更号7 你在写的过程里面 应该要加正负 对不对 应该要加正负 可是同学题目有讲 θ是一个什么角 瑞角 因为θ是瑞角 所以请问你sine是不是正的 对 口范也是正的 两个都是正的 加起来 有没有可能是负的 不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说 负的怎样 负的不合 听懂吗 你要加正负号 然后再说 因为这两个都是正数 所以加起来 不可能是负的 负的不合 所以本题的答案 应该是多少 2分之更号7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要得到2分之更号7 这个答案 很多细节都要注意 包括这个正负号都要加上去 不是直接开根号 你懂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才加显仁 第三小题 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洪伟 洪伟帮我转过来一下 第三小题 我们问什么 我们问sine3次方 -cos3次方 他先把它分解 sin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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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cos sine-cos sine-cos 这个是屏幕给的 以致条件 叫1分之1 sine-cos 再加上cos 是不是会等于1 sine-cos sine-cos 你看这个是不是 我们第一小题的答案 叫8分之3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带进去之后 他就变1分之1 1加8分之3 这是8分之11 1分之1乘8分之11 本题答案16分之11 这样可以吗 所以其实三个同学表现都非常好 三题都做出来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吗 完全OK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来 我们现在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头影片 我们的课本的内容 还没有带同学看完 来 请同学看到我们课本的第10页 你翻开课本就好 来 把课本翻开 翻开到第10页 第10页的地方 同学这个例题 其实给他两个赞 这是一个蛮简单的问题 这个题目 我们带着同学呢 把它看过去就好 来 他说θ是一个锐角 解离化减下列各式 来看同影片就好 来 请看这边 他说 塞加口塞的平方 加塞减口塞的平方 这个没有什么 你就真的整个把它乘开 塞加口塞的平方 乘开始长这样 塞减口塞的完全平方 乘开始长这样 那你会发现 加两倍的塞口塞 减两倍的塞口塞 是不是刚好就消掉 塞平方加口塞平方是1 塞平方加口塞平方是1 所以本题答案是多少 本题答案是2 这个只是去做化减的动作 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 他说θ是锐角 化减下列各式 这个题目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同学我问你 1-cos分之sine 减sine分之1-cos 这个题目只要做一个动作 那个动作叫做什么 通分 通分就是让分母变成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做通分的动作 前面这一个式子上下同乘sine theta 后面这个式子上下同乘sine theta 所以它是不是变这样 然后你就真的勇敢的把它承开 那承开之后你发现 1-cos x1-cos 就是1-cos平方 那同学1-cos平方告诉我 它就是谁 塞平方 因为塞平方加口塞平方是1 对不对 结果你发现 分子是塞平方-塞平方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多少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化减而已 好 那现在同学随常练习期 我们给同学一点时间 来我们一起来做练习 第一题 sine的四次方加塞平方-cos平方 再加cos平方θ 好 我们给同学一点时间 来第一题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同学 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题目 sine的四次方θ 然后加上sine平方θ 然后cos平方θ 然后再加上sine平方θ 然后再加上cos平方θ 来这个化解之后 好 会等到多少 可以吗 来我们看一下同学怎么写 同学你觉得这一题 要怎么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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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 来看一下 来看其中 把客人拿开 开一下便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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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这样做 可以啊 这样做很棒 好 诶 每个人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样吗 好 好 好 每个人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样吗 好 好 好 来再一分钟好吗 好 我们试试看 你怎么去化解这个字 好 诶 同学你要不要看前面 我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好不好 我的做法是这样 这里看到sine的四次方 这里有sine平方 口sine平方 对不对 人有一股冲动 会想做什么事情 就是看到都有的东西 如果你要化解 通常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这里有sine的四次方啊 这里有sine平方 你觉得那股冲动是什么 会想做什么 方一起 方一起 应该所谓的方一起 应该是说 会想要把谁提出来 sine平方sita 把他提出来吗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类似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往外提 对不对 提谁有时候要看经验 你可以多方的尝试 像我把sine平方提出来 同学你告诉我 这里有四个提两个出来 这里变成多少 sine平方sita 然后这里把sine平方sita 提出来 这里变成cos平方sita 然后再加上 后面这里是cos平方sita 那同学这个题目到这里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同学你告诉我 sine平方加cos平方 来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1 是不是123的1 好 所以这个式子 它就变成前面是sine平方sita 后面这里是多少 cos平方sita 所以最后本题答案是多少 就是1 同学你答对了吗 不管你怎么做 你最后应该要化解成1 这个答案 OK 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同学你可以吗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来同学 那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做 我们的第二题 他是不是有个第二题 第二题你尝试一下 第二题我把题目超一下 第二题问什么 sine的四次方sita 减掉cos的四次方sita 然后要怎么样 这个反光有点严重 加上两倍的cos平方 加上两倍的cos平方sita OK 就是看到这种题目 同学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样子 诶 我来问一下今天是几号 12号同学是谁 12号在哪里 诶 我们的风机部长 我来问你 看到这个四次 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 哦对对对 想到跟我一样 同学我们国中 有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A加B乘上A-B 你在讲的是这个吗 A加B乘上A-B 乘开之后 叫做A平方 减掉什么 B平方 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在讲这个对不对 是这个吗 所以同学你看哦 A平方-B平方 是不是可以分解成A加B乘的A-B 那我现在问同学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我把它改成 A的四次方 减掉B的四次方 你觉得 A的四方-B的四方 跟A平方-B平方 你不觉得他结构上很累是吗 所以A四方-B四方 你告诉我分解出来 应该是谁 应该是A平方加什么 B平方 再乘上A平方怎么样 减B平方 对不对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题目里面出现了 sine的四次方 减cos的四次方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联想到这个公式 国中的时候学过的平方差的公式 所以sine的四次方-cos的四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成sine的平方 加cos的平方 再乘上sine的平方-cos的平方 然后请不要忘记 他后面还有一个加上两倍的cos平方s 对不对 然后同学你在看sine平方加cos平方是谁 这个是1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 他就变成多少 这里是sine-cos 再加两个cos平方 sine平方-cos平方 再加两个cos平方 所以会变成sine的平方 然后加几个 加一个cos平方 那sine平方加cos平方答案是多少 1 同学你不要心存小信 想说这种题目 答案好像很多都是1 对不对 考试的时候不会写就猜1 你不要想这种事情 考试如果要出这种题目 一定会出在计算底 就要看过程 不会出那种 就是可以让你直接乱猜答案 诶 两个小题 这样好不好 OK吗 同学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来 请接着看一下我们投影片 来 快点 下课请把这个看完 这个立题吧 给他一个赞 因为这个题目很简单 给他一个赞就好 这个题目 我不写黑板 我们来看投影片 他说假设θ 是一个ray角 sineθ等于k 那你是sineθ 那请用k 来表示出cosθ 还有hθ 对不对 给你sine 问cos tang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画图 黄浩然先生 看一下画图 来 同学我问你 sineθ 叫做k 同学我问你 这个你仔细听就好 sineθ 叫做k 请问k 可以怎么写 叫做1分之什么 k 是不是写成1分之k 所以同学 斜边分之对边 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斜边当成多少 1 对边当成k 对不对 斜边当成1 对边当成k 那我问你 那0边是多少 更号 1-k平方 这个叫什么定理 必是定理 所以当三个边的长度 你可以把它定出来之后 这个题目问题 cosθ 就是斜边分之0边 叫更号 1-k平方 没有问题 问你tanginθ 叫做更号1-k平方 分之k 就出来了 所以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画图 图画出来 题目就结束 来 给你30秒 同学请做 随堂逆行第八题 随堂逆行第八题 这个题目 他问什么 他说θ 是锐角 刚才给你sine 现在给你cos cosθ 叫做k 那请你把 用这个k 把谁表示出来 把sine跟tangin表示出来 所以同学画图就好 你把图画出来就结束了 画一个锐角三角形 好 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把那个锐角定出来 宏伟友谊写了 ok 好 来 你画直角三角形 对 然后口三是什么 鞋边分子银边 对 所以鞋边分子银边 对 所以鞋边分子银边 所以鞋边分子银边 对 所以鞋边分子银边 这样就好 你只是叫我 画一个那个sica 把这个管 sica的立案 会比较好 好 想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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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考验片 来 我们下课前就好 所以我把這題看完 他說cosθ叫做誰啊 cosθ叫做k 那cosθ叫做斜邊分之什麼邊 零邊 所以斜邊當成1 零邊當成k 那最例就是根號1-k平方 對吧 那題目問sinθ sinθ就是根號1-k平方 penguinθ就是k分之根號1-k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最後這個例題9 來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他說 告訴你 sin加cosθ是多少 根號2-下列個值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三角函數的轉換 把它平方 平方之後去整理 得到答案是1-2 這樣可以嗎 然後第二小題問你sin-cos 那sin-cosθ的話 你先把sin-cosθ把它平方 平方之後你就透過演織 sin-cosθ,OSE sin-cosθ和cos' whoa-什麼 funnel divide酗 也有數就是 ersten 你此題 號,росつ 這個東西的平方是0 所以sin-cosθ就是多少? genius tutte Doesn't. 好,那第三題 他問塞四四方加口塞四四方 那四四方要怎麼得到? 你把塞平方加口塞平方 先把它平方 可是平方之後 中間那兩倍的那個東西 就要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 來,這個是一 剪掉兩倍的塞平乘口塞平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剪掉兩倍的塞乘口塞整合的完全平方 那這個是乙字罵 帶進去以後 大概就是多少? 二分之一 這課本顯得很清楚 回去請你務必再仔細的看一下 然後這個隨堂逆行 我跟你講 這個隨堂逆行 跟我剛才講的 黑板上那個題目 完全是一模一樣 我是超隨堂逆行的 所以這一題我們就可以不用寫了 第二題 來,第二題 答案是 注意喔,答案是2分之更耗金 那第三題的話 答案是多少? 該請採加上來寫 第三題答案是16分之11 好,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1-1 很辛苦的 先講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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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